今天,如是我聞,請到朋友,我老朋友的 Jacqueline Hello,大家好 Jacqueline,你看她的樣子,這麼漂亮 其實她是現代Wekka,現在譬如女巫 Wekka,不是Wekka Wekka,這個名稱很古老 是古老的名稱,英文現在叫Wekka 但她又不是Wekka,是Wekka Wekka做什麼呢?現在的現代女巫 其實有一點點貶義,或者有一點點誤會 但稍後聽一下Jack Green說一說,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他們做什麼呢?中國人很少有這樣的身份 只有你有,我懂得 是嗎?其實有的,不過她們都躲起來 那你又要學很多詩,拜很多詩 學過什麼呢?又要跟大家清晰一下 首先介紹了你的身份 所謂Wekka,這個女巫是什麼現代的說法 其實來說,大家都知道有人的地方 就有人做Ebook星相 其實來說,Wekka也是薩滿的一種 薩滿來的 不知道大家會對薩滿有多認識 我這裡簡單再跟大家講一講 其實來說,大概六七十年前 有人類學家就發現到 全世界的不同地方裏面 做Ebook星相的人都有些共通點 沒錯 譬如說什麼呢?我們用很多柏子 所有宗教大部分都用很多音樂、柏子 中國都有的 有有有 譬如說有些人用鹽 鹽來驅邪燒鹽 為什麼粗鹽可以驅邪呢? 是很有趣的 其實不要買精濟鹽 其實大家在家裡都可以做 其實如果你覺得 這一陣子的心情不太好 或者混濟 其實要驗空間的氣場去淨化一下 是嗎?我媽媽 就是古老人 她不懂你這麼多現代的科學 她就說 如果你的牌子不舒服、累 就給我一些海鹽洗身 是呀 真的可以嗎? 我解釋給大家聽 為什麼可以 無論是日本 驅邪 祈禱師會放鹽在房間裡 是嗎? 是嗎? 可以用海鹽才行嗎? 為什麼要這麼便宜的海鹽 最便宜的那些 貴的那些又不行了 是嗎? 是呀 為什麼呢? 其實海鹽當中有很多礦物質 而那些礦物質當中的尾 Magnicium這個成分 只要有2% 其實就可以做到淨化頻率的作用 所以一定要是很便宜的那些鹽 就會含有更多 藍鹽可以的 是要海鹽可以的 海鹽最多尾 是嗎? Magnicium 是的 所以那些人洗傷口 洗髒東西都是用這個 其實它也有消毒作用 大家都知道 但是其實鹽很好用 除了食物之外 其實燒鹽作用 還有 燒鹽可以嗎? 是呀 可以用來燒鹽 如果能量淨化的時候 怎麼做呢? 就這樣拿刀鹽 效果可以 但是沒有那麼好 如果是一個終極能量淨化器 比鼠尾草各樣東西更加乾淨 是嗎? 是呀 怎麼做呢? 其實就是一定要空氣流通 因為一些不好的空氣要走 是嗎? 沒有密室 是呀 沒有密室 其實就是一個米飯碗 用一個米飯碗 然後鋪一些石紙上米飯碗 因為防爆 然後倒大半碗海鹽 再倒足夠份量 譬如說你一定要有足夠份量的酒精 酒精的意思是火酒 火酒要買的 在街上買藥房買的 在街上買藥房那些 可以了 火酒只要能夠點著它 不過要很小心很危險的 是呀 大家一定要小心 那點著它 然後呢 就讓它放在那裡 看著它 的意思是讓它不要爆 因為鹽燒了的時候 它會彈出來 是呀 很痛的 大家要小心 這個讓我想起了 我下次問一個地方 你帶了這些道具來 可以直接示範 哦 是呀 那就更加正常 下次我找一個地方 不要在我這裏 我找一個地方可以做到這些 是呀 其實有很多東西 可以和大家分享 如何去淨化 令到自己的運勢 或者那個壓力沒有那麼沉重 即是氣場不同 是呀 令到自己好些 和環境好些 這個是另外一個課題 個人淨化和環境淨化 那現在又說回你那個 所謂 所謂 現代女巫 是 是什麼一回事呢 好了 那其實來說 就 剛才說過 其實我是學了 除了是Wooker之外 也學了很多其他東西 其實 那我是 學薩滿的 是的 亦都香港第一個有證書的女制師 薩滿嗎 薩滿 薩滿呢 這種薩滿教 當是宗教 其實未必是宗教 我不同意是宗教 未必是宗教 因為呢 譬如在中國 現在保存在這裡的薩滿有 譬如在滿洲 滿洲人 有它的薩滿 蒙古人也有薩滿 西藏人也有薩滿 其實由於中國的薩滿 其實就是 沙文 北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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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是 屠亞 俄羅斯那邊 以及蒙古 因為其實早前 我做了一個研究 這個薩滿是非常有趣的 剛才講過大家用柏子音樂 但是那些蒙古人 如何做薩滿的呢 其實他們很...不知道有沒有聽過一個技術叫做Humi-Kumma 沒聽過 Kumma其實就是蒙古那邊的國技 以及屠亞、俄羅斯那邊的殺滿造的東西 其實我們唱歌不就盡量提高自己的聲音 但是他們相反 倒轉 他們是因為柔木民族 為什麼剛才說回來 我認為薩滿是宗教 第一,他沒有經書、沒有經文、沒有廟 也沒有一個很統一的傳統 也沒有一個教主 所以我不認為是一個宗教 他有儀式,但沒有教主 也沒有經典 還有來說,其實他是模仿大自然的聲音 所謂泛音 即是你發一個音 其實同時是出了兩個音樂以上 這個跟我曾經聽過蒙古人唱歌 那些叫喉 用喉唱的 所謂密宗的思考 就是那類的東西 他完全跟我們唱歌的聲音不同 好像不是人的聲音 好像不是人的聲音 他是在喉嚨發出的聲音 是在喉嚨的聲音 是在喉嚨的後方 其實是喉嚨的聲音 其實是喉嚨的聲音 是喉嚨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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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很少聽到這種聲音 喉嚨的聲音 是喉嚨的聲音 是喉嚨的聲音 你不能想像一個女人唱膚脈的時候 被男人重沉 叫膚脈? 叫膚脈 叫Humi 在蒙古那裡 怎樣稱呼喉 H-O-O-M-I 其實那個意思就是呼喚大自然 有學校教的 是嗎? 是呀 在那些木民那裡 即不是在香港 是在說蒙古 我朋友去了學校教 學膚脈 學膚脈 原來那裡一生人 那些人一生人都是會膚脈 噢 OK 但是蒙古 原來教學 是很奇怪的 很有趣 因為如果他是男老師 他對女孩子會比較尊重 但是對男孩子來說 他唱得不好 一車一車打下去 是嗎? 是啊 而且是很粗暴的 所以變了 其實他們原來上課 我初班是一天早上八點 唱到晚上九點 在蒙古包嗎? 在蒙古的學校 你想這樣嗎? 我不敢 因為起碼要去十幾二十天 整個月 那要唱的是蒙古文嗎? 是發音 因為初班是學發音 有三個階 其實最重要是 你打好基本 你就可以唱到很高 是高到好像 直接是哨子聲 用喉嚨後面 出哨子聲 這個我聽過 從低到最高 是不可思議 原來人可以發到這樣的聲音 如果有機會 設官可以 我給大家一些連結 分享一下 是直接好 我直接給也不用 我們拿就行了 為什麼我要提到中國呢? 其實中國有很多不同 還有鷹 還有祖先崇拜 崇尚大自然 圖騰也有的 還有用很多動物 蒙古那邊有很多用鷹 跟神溝通 而蒙古那邊 其實他們的廟是怎樣呢? 因為柔木民族是怎樣廟呢? 其實他們會用一些石頭 每個人經過是一個傳統來的 一個地方 每一個圖人 都會在地上 撿一個石頭 放進去那裡 然後轉圈祈禱 凡是過客經過的旅客 都會這樣做 我見過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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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愛上官還插一些不同式的旗 旗的 其實每一個地方都會有這些 沒有千百萬個在蒙古新疆一帶 有些是為自己的家 有些是為整個社區 很有趣的傳統 好了 接下來南方的薩滿又怎樣呢? 其實南方的薩滿 就會顯變成宗教 是呀 變成宗教 我們道教 黑旗 其實都是薩滿 最初都是薩滿 變成的 還有你說 中國的情況就會是這樣 就變成宗教 但後來 我再看的時候 我就發現到 原來真是全世界各地 譬如去一些極地的薩滿又怎樣 那些巫術 其實薩滿都是巫術 他們很多跳舞 薩滿這個字是怎樣來的 其實就是 意思就是一個狂喜 是 還有knowing 就是智者 但是也有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說 一個發瘋的人在那裡跳舞 是嗎? 是呀 薩滿這個字其實是這樣解釋的 這個真的 這個要講講中國的字是很古怪 譬如我們中國的字 在最早那個 像型文字 和算書裡面 這三個字 是一樣的 第一個字 就叫做 毛 毛 什麼都沒有過毛 第二個字 就叫做 舞 舞就是跳舞的舞 第三個字 毛 毛術的毛 但是你想想 跳舞的舞 和這個 這個 有沒有個舞 很接近的 是 是是是 毛相毛其實是簡化了 這三個字其實在算書裡面 通的 就是大家這幾個字 可以調亂來用 就是說 每句話說 在最早期的人類裡面 都是意識到的一件事 毛就是跳舞的 和他是沒有的 他是什麼都沒有的 他是 靜空了自己的 這些就是 造字那時候的心思 就正如契合你剛才所說的那些 毛獨有偶 有猶太人的卡巴拉都是有三個沒有的 是呀 怎樣呢 是啦 卡巴拉先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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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巴拉是猶太 不是耶穌的猶太 是真正猶太人的猶太 是 就是阿巴拉罕的子書 那這個呢 他們有一個智慧樹 這個智慧樹 生命之樹 生命之樹 沒錯 他相信這個哲學 是 那其實卡巴拉 就是我覺得 演繹好像 理解為中國人的譯經 那樣 包含什麼都有 他很神秘的一種學說 要超過四十歲 男人 極度有錢的人才可以學 因為他們就什麼都不做 只是坐在那裡 做什麼想法 那其實 是啦 一定有錢才能做到貴族 因為其實全部都關係 一會兒我告訴大家 為什麼 極地的殺滿 是理念 愛斯基摩人也有殺滿 有 一定有 是呀 其實原來他們的那些 毛術儀式 是悲喪一些恐懼和仇恨 而發出的 因為其實他們為什麼恐懼呢 極地的天氣 是 變幻無常 是的 而且他們恐懼那個天 是 敬威 魔 即是先拜魔鬼 沒錯 然後又是這樣 由牧民俗化 他們的模式是有點像蒙古那邊 有有 四維酒 他們也是這樣 因為現在是由牧 蒙古的草原 他們的生活 不像中原那樣耕種 他們沒有地方耕種 是 只要拘捕羊 馬 四維食草 以及將來販賣 即是畜牧葉 所以變成 草不能夠四季都生 有時候就沒有了 冬天就殘了 借了 他們就要移居 還有食水問題 牛和羊 一起動物都要喝水 他不喝水便會死 那他的水會敷乾 或者會變質 他又要設為穩 所以蒙古 其實最早期的滿洲 甚至乎西藏的人 都是油門民族 西德漢族 就是固定了土地 他們就在某個地方 找到自己的 適宜所居的地方 然後定居 定居 在耕種 另外一種生活 最早 我將來講 風水起源 就是這樣 周潮的風水起源 風水起源 在周潮 就是要摘地 找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 有風有水 所以叫風水 就是開始要找一個 適宜於人類發展 在繁殖下代 和優養 和種植舒服的地方 所以這就是一個風水起源 現在所謂風水 其實都是在找這件事 一個開心的地方 舒服的地方 繁殖島的地方 就不是一個很困難的生活 或者經常被自然災害的地方 但你剛才說的那些 小數民族 即是極地民族 有個淒慘處 就是 他們想找這地方 但周圍都沒有 周圍都沒有 變成他們 又要用 他另外一種方法 來生存 譬如 他們的敬衛 的自然 或者他們的文化 由這裡開始 所以為什麼 其實蒙古的人 好像很粗魯 其實也是一個環境造成 是的 他不是這樣粗魯 他怎麼能夠跟 大自然 野獸 或者他周圍的 其他的種族 其他的野獸 比如說 鱷狼 他怎麼可以生存 他一定要粗魯 是的 我們又說回 墨西哥 很有趣 墨西哥的毛 就是 用很多雞蛋 用雞蛋來驅邪 他們就會在雞蛋 好像道教那樣 作法 祈禱 很多祈禱 全世界的毛 都是很多祈禱 就算是Wicca 也有很多祈禱 祈禱 之後就會拿雞蛋 在你身上 不斷滾滾滾 滾滾 即是好像我們 生雞蛋 好像我媽媽 有時候你瘀了 那隻雞蛋 滾滾滾滾滾 但它是生雞蛋 不是熟雞蛋 是的 生雞蛋 即是其他鴿蛋 雞蛋 不行 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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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 也是有這樣 都教了很多雞蛋 很多用雞蛋 也是很像 我覺得 我看了很多不同的毛熟資料 其實是覺得 每個地方的文化很有趣 不同 是的 還有說回歐洲的毛 話說回來 說回一點點中國 中國的甲骨文有學說話 是由一群毛女來發展的 這個呢 這個呢 有這樣的說法 因為呢 眾文字呢 就說是伏羲 最初是說八卦 人類的 但這個又是說的符號的起源 也是很統一的 最早呢 無論是東方或西方 或者什麼地方 或者甚至非洲的土人 他們呢 開始都是用一種 結成為符號的方法 來記憶的 是的 結成為符號呢 這個符號呢 就是說 他有些事要記得 那麼他就怕著忘記了 於是他打了個結 那麼打了結 就說有件事未解決 未做 那麼 看到這個結 他又記得 哎呀 還忘記掘坑 又忘記了做什麼 那慢慢呢 就將這個記憶呢 化成呢 不同的 形狀的符號 是 那麼由這些符號呢 後來呢 就變成呢 文字 是 刻落一些地方 譬如石頭啊 譬如一些岩石那裏 那裏 那麼現在都有 看到有很多 史詞的岩石都有符號 嗯 或者山洞相高呢 他們畫了一些東西 嗯 那麼最早呢 人類呢 就是靠 那個形象來記憶的 嗯 即是說呢 象形文字是很早期的 是 中國呢 就是象形文字 這個大家知道 埃及也是 是啊 到了後來呢 發展到拼音文字 即現在我們英文的 拼音文字 由這個 羅馬的拼音 慢慢轉化來成 但是呢 最早 即使是羅馬拼音 都是一個 是 很有趣的 所以這個 世界的文化 在最早史前 即是 人類 不分東西 不分州 不分紅黃立白 其實呢 都是 原始的時候 大致一樣 是啊 所以其實 武術也一樣 是 所以它是最早 很早期的一種 人類的行為 嗯 這個行為呢 它很直接 很樸素地 對於天地 是 的一種呢 崇敬 或者恐懼 或者一種呢 讚美 嗯 那麼這種這樣的 做法呢 就並無一個 我們現在說 無術聽到是很艱險 是 很惡的意思 是 所以現在呢 Wika 最早 恢復回最早 那個 無術的原意 是 它都是用來救世 用來幫助 人產生幸福 產生 一會兒我們就會說到這件事情 是的 我介紹了世界各地不同的模術 就說回Wika 現在近年呢 香港和台灣呢 就譯了叫做威卡 威卡 威水的威 是嗎 卡片的卡 是嗎 威卡模術 因為其實呢 西方的模術有幾樣 有幾個主題的 但是香港人呢 最多就是哈利波特那些 就是威卡 那些叫威卡 那些叫威卡 那你講一下 如何區分威卡和其他模術呢 是的 這樣 好了 其實來講呢 威卡是屬於歐洲那邊的模術 而 歷史是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開始的 是的 我相信 中國大同小異 世界各地也 其實他們呢 亦都是屬於一些 由一些定居的民族 起源的 這樣 而直至到 爺教理 因為其實之前那些 所謂無女無私 像次官所說 其實都是舊世 Ebook 星上 是的 還有呢 其實呢 這一所有的薩滿呢 他們都是 叫做 萬物有寧倫的 是 是 Edomson 什麼都是有寧 一枝筆 一塊石 什麼都會敬拜 中國都殘留了這些 這樣的現象 比如 食敢當 雷公 行雷 那時候不知道 行雷是一個自然現象 是的 一些河 泛南就是河白 大家作亂、作反 是的 風大、風伯來催促 是的 什麼都關事 什麼都關事 後來成立了一個農業社會 就有所謂土地 是的 土地 本來有一個 土地的小官 他把人的官場 陷入了進去 那個神仙的泡 變成 有土地了 就管這個地方 但是呢 就覺得土地 沒理由得過八公 於是 找個盤兵 於是有個土地婆婆 所以河冷 這個一直都是 剛才所說的發展 是的 所以其實 這些原來 以為很怪力煉神的東西 原來全部都是人類學 是的 人類學 人類學就是研究這些 其中一種 研究宗教 或者研究 我們有一種 講法 除了宗教之外 就有一種叫做民間信仰 譬如你剛才所說的那種 殺門 民間信仰未必是宗教 未必是一種宗教 他沒有一個經典 沒有一個教主 沒有一個很神秘的力量 是 或者他的神秘力量 就不是那麼神秘的力量 創造者 或者是 毀壞者等等 最重要呢 民間宗教 民間信仰 就是成為一種 人民生活裏面的一種依賴 中國民間信仰 譬如說土地 譬如說鋁窩 甚至乎很多是從書籍裏面的人物故事 將它抽出來 變成他們人物 民間信仰 譬如說孫悟空 譬如說諸法界 人物諸法界 你沒見過嗎 我見過了 是嗎 在澳門 澳門有一間叫鋁窩廟 我去探訪鋁窩廟 因為燒了一半 現在只有一半 在草堆街 這是古廟嗎 古廟 鋁窩廟在中國來說很少有 民間信仰 慢慢轉變成為宗教 在鋁窩廟裏面發現不到鋁窩 沒有鋁窩 後來台灣善信 就送了鋁窩給他 很大的鋁窩像 他放在民間信仰裏面 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歷代道教的神仙譜 三清 裏面有一個很特別的像 叫朱筆戒 為何要他呢 沒錯 有沒有人拜香火甚盛 還要好盛香火 那又拜什麼呢 沒錯 他原來是妓女之神 蛤 因為他涵濕 可能是 可能是說他的妓女之神 涵濕 那些妓女 不一定是 擺明自己是妓女 有些做其他行業 其實都是附屬做的 那些人走來拜他 為何呢 希望保護 希望好生意 所以 諸佛教在那間鋁窩廟裏面 是香火鼎成的 這又是有一種 所謂民間宗教 民間信仰的一種表現 民間信仰不是一定要有經典 或者有教主 或者有教條 很多是 他很相信這件事 譬如 他相信 這個金花娘娘 相信 十八個婦女 幫助 由懷孕開始到小孩子讀書 保她平安 都是一種民間信仰 是的 其實剛才說的 我想 薩滿 應該是宗教之前的 民間信仰 是的 民間信仰 沒錯 說回歐洲的威卡 其實為何會這麼出名 就是因為 其實在耶穌教 即是耶穌教 去統治的時候 就冠以 因為他要鞏固自己的勢力力量 就冠以一些很負面的評價 對這些傳統的宗教 因為他要趕走他 當然 當然 聖經被人生改過多少次 當然 當然 因為這個是比較長 比較長一點的問題 這個問題 縮短一點說 就由這個 最初是希伯來人 就由阿伯拉罕的子孫 由Yua這個城 慢慢遷移 到現在 巴勒斯坦 現在叫巴勒斯坦 那時候叫做 後來叫以色列 這裡立國之後 耶路撒冷是他的首都 那麼這個 這個 這樣 後來 就消滅了 被人打敗了 在這個 被消滅之前 這個猶太人 就有他的古猶太的宗教 但是 後來就產出了一個 叫做耶穌的人 究竟有沒有耶穌的人 現在很多學者都吃 眾說昏雲 未必有一個 肯定的答案 但是 他裡面 有幾本經書 現在 教會 定立了成為 正統的經書 還有很多 傳教士的書信 譬如寶萊的書信 就成為了新舊約 是 就變成了 一種 在歐洲很盛行的一種宗教 現在傳播到全世界都盛行 他的信眾很多 不要說他分裂之後 又分開了天主教 就是基督教 基督教 或者東正教 或者其他宗教 就是說 這個 耶教 我們統稱為耶 基督教 中文 也叫做耶教 也對 耶穌教 最初的時候 不理他什麼派系 耶教就清楚了 這個耶教 他在歐洲 得到羅馬帝國的賞識 因為他想用宗教來做一種 意識形態 來統治了這麼大的範圍的國土 因此 是應教合一之後 在歐洲固定了他一個基礎 簡單來說 就是建立了一個耶教文化基礎 現在西方文化的起源 和耶教是密切不能分開 其實我覺得 講到尾都是一些權力 是 當然 由他走的時候 由阿伯拉罕率領他的族人 遷移的時候 沿著一個叫做金新月 是 其他中部的地方是荒莫來的 一個新金月這樣的 千璽的途徑裡面 他已經將其他在那個地方 現在叫做中東 很多民族的神靈 要不就歸納到他那裡 要不就成為他的敵人 例如最出名的巴利神 本來是一個在那個時候的封修神 本來是好東西來的 好東西來的 在基督教和耶教的修聘下 最終變成了奸神 其實很吊詭的就是 在英文的星期一至星期一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他所謂的異教神 是的 全部都是 但是他們又會用這些名字 所以變了其實有很多鬥爭 那時候也有獵巫運動 這個是中世紀的一種 那時候這個天專教的教會 相當之大的權力 正格合一之後 只要有一個小小的機會 這個機會就是當時對於女性 現在像性別學人大家都承認的了 對於一個女性的鄙視 以及對女性的憎恨 或者討厭 這樣引致到有一個獵巫的心態出現 所以大部分的巫都是女人 還有一件事 其實他們要取代而教 是 女巫很可憐 女巫在那時候的女巫 是一些 他們英文就用這個字 叫Cunning Cunning就不一定間教 Cunning是很有智慧的 中國都有這種 三姑六婆 他幫忙在民間的治療裡 譬如說 他可以有些草藥 他可以治療到某一些疾病 但為什麼呢 就不是科學的解釋得到 另外有些譬如說 跟人拔牙 牙婆 中文叫做 那時候沒有牙醫 但是牙套 但是產物大病 那麼 他也可能做得到這樣的工作 醫补星相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到現在仍然是一個女士的職業 就是做Midwife 做助產師 和人接生 那不方便 男人接生 不方便 女性的接生方便很多 當年這些所謂Cunning 就是有智慧 或者有想念 有想頭的女士 就變成了這種民間的醫补星相 但是呢 因為他們所說的話 有違於宗教的說法 一違於中 有違於本子話的 就是成為了異端 死罪 死罪了 就拿去燒了 因為其實那時候 有一個很高級的人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我的文章 全部都有寫 他們出了一本書 叫做Witcher's Hammer 是呀沒錯 這個是天使師除 這兩個西班牙的教士寫的 就將呢 怎樣去區別出 正常人與女模之分別 還有怎樣找到證據 他的證據 和我們現在的證據不同 他說是呀 他說是呀 那有個叫宗教裁判所 來審訊這些這樣的女模 那麼中文章裡面呢 是可以動用很多酷刑的 他說是就是的 有幾次 有得不怕 不過我們今天不能夠盡講 是的 即是我們很快去 包括燒死、扔死 吊死 吊死 在英國蘇格蘭 和英國本土 吊死 在西班牙、歐陸 就燒死 是的 德國最為嚴重 不過我們稍後再講 因為這個《獵巫》是歷史很多年的 是的 三百多年 至此 大家就覺得女模不好 是的 沒錯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覺得 說 學這些東西 是不是一定要學黑毛熟 很黑色 不是 絕對是因為剛才所講的事 而令到歷史遺留了一個印象 是的 沒錯 再加上有很多傳媒的牽掩 電影、故事 之類 所以大家有這樣的誤會 是的 沒錯 因為那時候 把女模的形象 與魔鬼殺旦 野教魔鬼殺旦 拉上了關係 認為女模是殺旦的情婦 是的 他們去那個女模的夜會 裏面 就是跟那個魔鬼的性交 和他們歡好 這個是他們絕對誣衊出來的事情 這個不僅是誣衊 這個是 在傳流到現在還有公辭的 又打了手指印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因為他用了很多學型 這個學型 就是人類都沒有想像到的 學型 來逼令那些嫌疑犯 公認 還有一個公認 就是每一個人 需要說出其他十個人 都是 這些就是屈打成招 屈打之外 還要公認 有誰 你想不到十個人 又受到學型 所以 連朋友 不是的 都說 沒錯 硬硬說 捉到那個人 所以你連毛 推廣到很廣泛 是的 整個歐洲 美洲 美洲是最後的 現在我們所謂沙龍 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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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在美洲 新教 都引致到獵巫的反產生 直到今時今日 就是這樣 其實 威卡是做些什麼的呢 其實 威卡是 除了幫人祈禱 祈福 治病 其實來講 我們 因為這幾十年 開始一些 復興回以前的傳統 有很多人 不認同耶教的事的話 其實他們就找回以前祖宗做過什麼 在獵巫的時代 過後 不久 發展到另外一種 毛術 其實這種毛術是什麼呢 因為人們害怕 但是仍然都有一些 是做開儀式的 女巫存在 在民間那裏 那他們怎麼辦 其實他們就 將這件事 發展到在廚房 廚房 叫做 Kitchen Witch 怎樣 我們先講很簡單 在我們做儀式 地水火風 是不是 都會有些元素擺位 這個就是西方 中國人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 西方 地水火風 沒錯 這個是源流於最早的中土 他們叫做中土Midland 在歐洲的Midland 包括現在的法國 德國 甚至英國 那些叫做Celtic 蔡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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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爾特人 他們的信仰 他們發現 這個世界都是這四種五種的 還有另一五種的element 元素構成的 我解釋 被聽眾知道了 這個 跟中國五行有相同 有不相同的地方 是 好了 這樣來講 就 一間屋裏面 我們要找齊有地水火風元素的 只有在廚房 是嗎 你想想 什麼代表火 火就是爐 什麼代表土 土 土 那些盛氣 香料 香料盛氣 鹽 是嗎 火 水 水 當然 沒有水 怎麼煮 風呢 風呢 就是你要風老 風 風的時候出煙的就是風 對 一定要 所以全家屋最齊全就是廚房 是嗎 好了 其實他們怎樣做呢 其實基本上也是民間做法來的 他們煮食的時候 他們譬如說 原來西方都有冬至 像八大 八大 八大 根據還有中國一樣 中國 地處於地球的北半袍 嗯 所以 地球是斜了幾度 它不是 它不是一個 正的 它的4月 它斜了 所以它是 打著斜的軌道來轉 因為這樣轉,所以受陽光的直線射下來,有不同的日子 我們有一條叫北回歸線,北回歸線即是在北半球太陽直接射下去,90度接受的地方 在北回歸線就是夏至,一直到最不射到它就是冬至,所以是最冷的 冬至不夏至,有秋有春,四季這樣決定 西方人亦都有這些東西,其實每一個滿月,在威卡來說 以及一些節慶,我們都會準備一些特別的食物 適宜,例如Halloween,Halloween其實是一個節慶來的 叫做Show-in,在威卡裏面的叫法叫做Show-in 其實就是去慶祝,因為其實他們相信在現實界和在靈界的格幕 就是最薄的時候,是嗎? 是啊,就是這個 就是威卡的信念就是這樣,最薄的時候 就會是希望可以邀請一些祖先來家,來到去懷念他們 提供他們一起去慶祝,每年一回 針對源子的朱晟日前夕有一點區別 也有不同的說法 我舉個例子Halloween 在威卡的世界,也會有人當作是新年,一年之似,所以我們會有很多南瓜的食物,有很多甜的食物,也會有一些很豐盛的水果 所以我們全部在廚房做,這跟中國的傳統有少少相似,中人說東大過年,東是立東的天,另外一個叫東字 其實中國歷史,很多時候認為農曆年初一並不是開始,反而那天是開始 為甚麼呢?剛才我提到的北回歸線,日後會從那天開始,每天長過昨天 因為從地球轉移時,接受陽光的街道越來越多 於是人會感覺到日後是長了,每天都長了 譬如我們在多人多生活,你都在北方 也知道原來在冬天,四點多是暗的,很早暗的 但是夏天,十點多都不暗 從晚上十點鐘都已經有 夜晚暗最長,日間最短的日子最短 沒錯,就是當天了 開始就是每天的日光多了 日間多了 所以在一些傳統上他們都會這樣做 他們會將所有 因為我們很注重儀式擺位 意念 全世界的薩滿都是這樣的 就會將一些意念 例如我要工作賺多些錢或者成功 他們就會將意念放進廚房做食物 然後就會拿出來和一家人分享 有沒有規定有什麼類的食物在節日裏必定要分享到的呢 其實沒有一個規定的 但是其實現在很多歐美的朋友 他們都是在信奉Kitchen Witch這件事 為什麼呢 很多人和家人住不想讓家人知道他們是 所以其實是很方便的 你是靠煮菜的 是煮蔬菜還是肉類呢 也有 其實他們會有很多祈禱的 一路煮一路中間 剛才說過我們下西式煮菜當然是香草的 也都牽涉到一些草殼藥的東西 這些廚房已經齊全齊全 你有沒有學過的呢 這種烹飪方法 其實呢 網上很多食譜 已經有的了 很流行的這件事 只不過可能香港沒有人說 香港有沒有一些餐廳吃這些東西的呢 沒有的 反而沒有 哦 那這件事正在開一間餐廳 會有不同的配搭,很難一概而論 中國人跟祖先分享之後 還要跟神靈分享他有沒有這個習慣 有些人有,視乎自己 剛才說過,Kitchen Witch不是一個很公開的東西 所以全部都是一些個人把自己認識的東西 每個人做的個人儀式 但也有一些人他們就會在節慶的時候做一些營火 整班人穿著他們統一的衣服 可能是白色,可能是綠色 他們是一個社區社團 他們在營火當中又做食物 就像一個節慶派對他們會跳舞 做很多期待 這些是外國方便的 他們也會做這件事 當然除了做一些廚房之外 我們也會分一些個人儀式和群體儀式 所謂群體儀式可能是幾個朋友 可能一些社區 因為其實我們會有COVEN C-O-V-E-N-T C-O-V-E-N-T C-O-V-E-N 其實COVEN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有13個月亮 30月亮 一個COVEN最好有13個人 一起去做一個儀式 我們會為滿月去做儀式 我們也會為節慶做儀式 但是在美國印第安人的眼中 他們不做滿月的 他們做月缺那天 為什麼要反過來呢 其實印第安人認為 滿月就是因為月缺將會縮小 就是驅除野就最好 但是如果是黑漆漆那天 月缺那天 月缺那天 月缺一直在增長 你的願望就開始掌成 他們會有這樣的信法 但是聽了這麼多信哪樣好啊 就是大家 我覺得自我感覺良好 自己信服 嗯 都可以 如果不是 你都不知道聽哪個好 但是威卡就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還有一件事 所有全世界的儀式都一樣 為什麼我們叫它做儀式魔法呢 嗯 因為我們會是好看方向 好看每個方向擺些什麼 還有一些元素象徵 還有一個意念的東西 我們也會有一些祈禱 或者一些道詞的東西要讀 所以威卡每一個正統的所謂女巫 我們每個人都有一本影子之書 是 影子書 影子書是什麼來的呢 影子書其實就是我們的筆記 嗯 我們想寫什麼都可以 嗯 那就方便自己做儀式的時候用這樣 嗯 好了 我們會有一個魔法名 嗯 魔法名的意思是什麼 譬如說我做儀式的時候 我未必會叫自己做Jacqueline 嗯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希望將自己那個潛意識 嗯 那個就是做無女的身份 嗯 所以為什麼他們那些人會穿袍呢 是不是 會有個魔法名 就是希望可以 有些人認為這樣會方便些的 將自己的身份 嗯 轉換去一個 原來那個 無女的那個狀態 身心要準備 嗯 那有些人就會 經過一些冥想 嗯 就是會有魔法名 我們會用自己的魔法名 來做祈禱 嗯 而我們會放回東南西北地水火風鈴 所有不同的物品 剛才我們講過廚房的象徵物 嗯 都會有放下來 我們會有聖水啦 聖油啦 嗯 聖杯裝著這個是水元素 嗯 然後呢 就水元素對面呢 就會是一個風元素 嗯 風元素我們會放很多香啦 就是發出煙的東西 嗯 那或者是一些羽毛 因為為什麼羽毛呢 因為為什麼羽毛呢 飛的嘛 飛的嘛 嗯 象徵味道啊 風啊 空氣啊 的東西 就放在水的對面 嗯 嗯 接著在自己最前面那裏 就是一個火元素 哦 火元素我們會放什麼呢 放一些魔法杖 就是哈利波特那支棍 嗯 我們也會放一些蠟燭 嗯 那跟火象徵的東西 嗯 那火對面又放什麼啊 嗯 那其實火對面就是土元素了 嗯 土元素有些什麼 我們會有鹽啦 是不是 嗯 嗯 我們也會有些 譬如說水晶石頭之類的東西 嗯 嗯 嗯 好了 其實我們有齊了這麼多東西 但當然啦 威卡裏面是很注重一些 不同神子的神拜 嗯 那我們也會有不同的男神 女神 嗯 可能他們是來自一些歐洲的神話 嗯 嗯 的象徵 然後在神前面就會放一些蠟燭 嗯 然後我們會有一個Pentacle Pentacle的意思就是一個五芒星 五芒星 圓形的五芒星 其實是象徵地水火風靈的五芒星 嗯 會放在那裡的 那因為其實我們會有一些特別的標記 就是這個五芒星就是毛女的身份 嗯 那究竟你的階級去到哪裡呢 嗯 我們會有毛氏 毛氏就是意思是說我什麼都沒有學的 但我對這方面很有興趣 沒有受過正式訓練的 嗯 然後我們有毛氏或者毛女 我們都會有學了一些東西 那就是有上課或者是有些認識的 就叫毛氏毛女 那畫法都不同的其實都 那另外我們還有祭司 和最高祭司 男女祭司 嗯 這個呢 因為今天我們講了這麼多 下一節呢 下個星期呢 我們繼續講這個 這個威卡 威卡 威卡 的知識 那今天呢 就差不多 時間差不多 下個星期呢 繼續我們請一下 Jack Green來講 究竟 是怎樣的呢 他們放些什麼神呢 那些什麼神呢 放些去供奉的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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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